创世之刃 我的天哪 但是创世之刃看起来有点不太对劲 朋友们 正常的创世之刃 它都是特别长的 哦 这是折断的创世之刃 拿什么合成的 这不会是能做的吧 果然 如果把创世之刃分解 就能得到复制机 还能得到一把神剑 Oh my god 我想都不敢想 兄弟们 你知道复制机有什么用吗 非常厉害啊 非常厉害 先存一手 咱们先存一手 我创世之刃也非常重要 这是正儿八经 泰坦系列里边的武器 如果这个泰坦 它会就是排径 它不要这些武器 我们就只能拿创世之刃打 想打泰坦必须有创世之刃 所以现在我们不能把它分解掉 我还是得靠运气 要么再来一个 要么就是直接开到 创世之刃里边的那个分解机 我现在需要杀神之心帮我个忙 就是清除周围这些垃圾 以至这地上的 绝对没有好东西了 你看 好的道具 它的样子长得都不一样 知道吧 别的东西模仿都模仿不来的 我带着这个清除 杂草太爽了 根本都不会有掉落物 杀神之心 简直是个宝贝 我去了 把小橙子都给清除了 这些东西就可以直接扔了 太坦弹留一个 然后杀神之心把背包里的东西帮我清除一下 谢谢 好清除完毕 来 又一轮 又一轮开始了 这一波希望能来个复制机 或者再来一把 创世之刃 哪怕是折断的 或者给我一把完美的更好 哟 召唤物 鸭脱不能卖 肉丸我得要 继续开 闪闪发光 或者特别大 这个是几集的 比我低那么一集 第一集也是低 白夜不要他了 我这什么 好大的柱子 诶 诶 这个 这不是大家粉丝想让我做的一个东西吗 鸣刀 众所周知 鸣刀 是吧 可以抵御一次致命伤害 打太坦的时候 如果我用这个刀的话 会不会 真的能抵御一次伤害呢 咱们现在把鸣刀 先存起来 因为它是没有价格的 不能卖的东西 统称为无价之宝 先存起来再说 诶 又一个玩家泰坦 溜溜溜溜 普通的泰坦可能我不太在乎 但是 玩家泰坦 我一定要 这什么 加500经验值 减一新加500 我多少血 我14万的血 那这经验值不得加老了 手机版夜风同款组件 认准MCS 夜风工作室 你想玩的 这里全都有 是直接用的吗 能卖不 这个 能卖 我吃一口能加500经验值 然后减一滴血 是吧 可以接受 我尝尝 真的在减 我吃一口 我吃一口少两滴血 两滴血就是一颗心 然后加500经验值 加太慢了 说实话太慢了 加太少了 减的太慢了 我都没意义 吃它没意义 继续开 我们的复制机在哪里 能不能把复制机 也给咱们开出来 复制机长的颜色特别好辨认 它只要出来 我就不会看不见 诶 这是不是积膜套装 未激活的 积膜护腿 先减了再说 激不激活的 以后再说 墨影人 正统墨影人 兄弟们 墨影巨人的一个蛋 把这个蛋存起来 把这个装备 再次确认 没有好东西 我就要清除一手了 这里边的东西有点多了 清除 不要把我搞卡了 这个存档到目前为止 一切顺利 还没有任何 就是好像卡壳的事 没有卡壳的事 都很顺利 这些东西来的都很是时候 现在如果再来个复制机 什么东西 到底是什么导致我在掉血 升铁原末 我估计是这个 力血钉 它可能会让我掉血 扔了就对了 反正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居然能让我掉血 太可怕了 来来来来 继续开 大家瞪大眼睛 帮我一起瞅着 有可能我会 损失什么东西 哎 损失什么东西 快来个闪光的道具 那啥呀 注入核心 地上看起来都是很普通的 这一批咱们开玩的东西 都很普通兄弟们 没有什么特别 哎 这个 神志寂寞草方块 有用吗 应该是某一个环境里边的 一个普通的草方块 并不是什么好东西 闪电汤 袋子 这个好 水晶矩阵块 做无尽装备 必用到的一个东西 乌钢套装我有了 来个基岩套装也行啊 做无尽 感谢观看